关心台湾警察100计划1月25号开跑 这个计划是由黄新颖律师号召 高一轩律师、许延中律师 还有尤家文律师等人来响应发起的一个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 召集人黄新颖律师 他8年前他是一位警察 而且还在玉里分局服务过 因此他选择在玉里分局 作为关心台湾警察100计划的起跑点 把防疫小物赠予玉里分局的全体远警们 也祝福他们在防疫期间能够一切平安 穿着律师袍的黄律师手上拿着包装精美的小礼物 打开一看是现在最夯的抗菌喷雾干洗手艺 每位园警人人都有 原来这是关心台湾警察100计划 从1月25号开跑 这个计划是由黄新颖律师号召 高一轩律师、许延中律师、尤家文律师等人响应 共同发起的活动 那我们有鉴于过往呢 就是很多园警在执行的时候 因为一些不幸事件的发生而失去了宝贵的性命 那我们觉得爱跟关怀要及时 所以在这种防疫的期间呢 要提供给就是这些广大人民保姆们 最实质的支持与鼓励 因此发起了这个活动 有我黄新颖律师还有几位律师一起来响应 那共同给在地的分局 每个人防疫的小礼物 值得一提的是召集人 黄新颖律师八年前是位警察 并且还在玉里芬局服务过 所以选择在玉里芬局作为关心台湾警察一百计划的气泡店 将防疫小物赠予玉里芬局的全体警员们 祝福他们在防疫期间一切平安 因为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玉里芬局担任基层的园警 所以对警察勤务其实非常了解 那知道说基层园警其实勤务非常繁重 那如果说我们要给民众最优质的服务 也不妨来给我们第一线的人民保姆们 最棒最好的支持与鼓励 玉里芬局长也表示免心感激 这些年轻律师对警察人员的关心 能够如此抛砖引玉 提倡让警察人员深感窝心的计划 对警察人员来说实则是莫大鼓励 也期盼未来这个计划的持续推展 让更多人参与并了解体会警察人员的辛劳 据这高双双玉里芬采访报道